再靠一點點 不好意思 電信門市人員忙著引導民眾 就怕現場人潮過多 造成民眾不滿 你應該先帶那個 然後再帶 轉過來 但就算開了10個櫃台 1小時也只能服務33組人 算一算300號得再排9個小時 電信門市現場擠滿人 今天一早排隊人數超過250人 而排第一名的 最早6點多就來排隊 長排499吃到飽優惠 全台電信門市擠滿人 電門還沒開已經大排長龍 民眾在馬路上等 每個門市外都排了近百人 有抽號碼牌都會辦到 你昨天辦到幾點 辦到9點 為了紓解人潮 電源加班趕工 中華電信台北南區中心 優惠第一天加班超過3個小時 有門市到了深夜還是擠滿人 神島龜山門市 5月9號辦到凌晨2點 加班4個小時 除了辦499方案 等半天不開心 更讓民眾憤怒的是電信業者 沒把老客戶擺第一 很無奈 因為你是老客戶 可是你又沒有別的選擇 那你也沒有要去換西馬 去換其他的 我自己也是老客戶 可是反正我沒有綁合約 所以就來問問看 但有門市祭出優惠 如果委約金超過1500 可以折抵電器 新北直營門市 讓民眾用90塊錢 帶走電風扇 但優惠一出 中華電信馬上發公文禁止 499吃到飽 限時優惠價格超殺 民眾排隊搶翻天 但這可苦了電信的門市人員 必須從早忙到晚 記者潘力友 洪軍偉 SNG小組態會報導